用餐时间还要看到餐点想可口的话 食材新鲜味道鲜美这是基本的 而餐点的半项色彩搭配也是重点之一 家一旧有餐厅老板特别到泰国来拜师许易 发挥创意 把海洋奇景蓝眼泪变成他的海鲜面汤头 占来的汤底放上蔬菜肉片五彩面条 以及一尾豪华小龙虾 仿佛缩小版的大海 想要看蓝眼泪不用大老远跑到马祖 餐桌上就有而且还可以吃 老板到泰国拜师学艺 煮出了这道女巫蓝眼泪海鲜汤面 高汤需熬煮两小时 最后加入用蝶豆花煮出的汁液调成蓝色 食物一上桌就先体验了一场丰富的视觉饗宴 熬了四十几种香料的那个酱汁为精华 然后倒下去它就变成我们的原本的女巫汤 精心调制的女巫酱另外加入汤底 甜咸微辣是这道料理的精华之一 蓝眼泪感觉比较清爽 但这个会让食欲大增 会吃更多 入菜蝶豆花源于东南亚 含丰富的花青素 有抗氧化抗发炎的功能 能够减轻压力焦虑以及预防眼睛 但因为会造成子宫收缩 孕妇要小心不能食用 另外老板还结合嘉义著名美食 自创中泰合并版的鸡肉饭 搅在那个饭里面 就会有很多种香药的味道 然后又有鸡肉 那个嘉义鸡肉饭的红葱酥的那种味道 就像女巫变魔法 老板结合创意在顾客的舌尖 施了场神奇魔法 记得苏惠婷、张俊荣、嘉义报导